3月28日下午,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。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达记者问。 记者、媒体报道。 近日,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主题展览,在非盟总部开幕。 请介绍此次扮演情况及取得的成果。 吴谦,经军委领导批准。 军委政治工作部会,同我常驻非盟使团。 于3月18日至22日,在非盟总部举办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主题展览。 全面展示中国军队履行国际责任义务,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突出贡献。 办展期间,非盟、非洲各国、非洲常备军及快返部队、联合国、欧盟、北约驻飞机构代表、美、英、法、日等与外国家军派代表出席。 非盟方面表示,非常赞赏中国与非盟的双营伙伴关系,以及中国对非洲和平安全事业的大力支持。 中国是非盟的合作伙伴典范,可以成为世界各国与非洲交往的榜样。 许多国家外交官在观展后谈到,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安全事务中,发挥着关键作用。 感谢中国让世界更美好。 中国军队是一支伟大的和平力量。 万水千山,寻找光荣的您。 2018年11月28日,解放军报以此为标题。 刊登退役军人事务部领导,就全国统一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达记者问,要求各地认真抓好落实,将所有退役军人的相关信息,录入国家数据库。 我是退役军人事务部,我是退役老兵,我来填报信息,报告祖国。 却为什么如静水投石,在众多退役军人心中激起千层浪。 记者在采访中寻找答案。 退役军人说,不畏待遇,只为国家记忆里有个名字。 在广西贵港,独臂老人陈万亭,赶到信息采集点。 郑重接过表格,戴上老花镜,用左手一笔一画的逐一篇写信息。 工作人员上前询问是否需要代笔。 老人婉言谢绝,我自己写。 我要对所写的每个字负责。 每位退役老兵的往昔岁月,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。 1953年,陈万亭在一次战斗中失去右臂。 富人后,她从未因自己参战至残乡政府提要求,而是积极投身家乡建设。 现在,她已年过古需,填报信息不是未待遇,只为国家记忆里有个叫陈万亭的名字。 半个小时后,老人终于抬起头,将核对数遍的表格交给工作人员。 听说国家要给所有退役军人家庭,都悬挂光荣之家排扁。 这是一件大好事,大喜事。 老人说着说着,眼角就湿润了。 在山东辽城,异地务工的退役军人王少宇发动汽车。 他要赶回吉林酒台老家填报信息。 有位朋友对他说,就是填个表。 一来一回千余礼。 这么折腾值得嘛。 王少宇说,组织上召唤。 即使万水千山,我也要去报道。 因为我是一个老兵。 记者在内蒙古,遇到一名年轻退役士兵。 他说,看见自己的名字陆入数据库,一下子就有了归属感。 不少老兵告诉记者。 在填表那一刻,当年离开军营的彷徨,脱下军装的迷茫。 似乎烟消云散了。 有关部门要求。 不落与人。 记录清楚每个退役军人信息。 元旦前的一天。 88岁的退役老兵王世权,左手拿着寻找回来的身份证明。 右手畅微微地像挂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的军徽, 敬了一个庄严的居礼。 王世权1948年参军。 他的证明不全。 按照有关规定无法登记。 老人第一趟来信息采集点时焦急地说, 这都是70年前的事儿了。 到哪儿去寻找我参军的证明? 工作人员耐心地安慰他。 请他先回家休息。 等待消息。 几天后, 在辽宁省营口市战前区人五部干部职工,一连几天翻箱倒柜的努力下,终于找到了他70年前参军的底根。 以前, 受条件限制。 退役军人的信息不仅不完整,而且分散在军地多个部门。 此次大规模的退役军人信息采集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。 为做好这项工作,全国县级行政单位,都设立了专门的信息采集点。 各乡镇街道、社区村庄,都有专人负责采集工作,要求不辣一人。 记录清楚每个退役军人信息,尽管部署仔细,组织严密。 但仍然遇到了许多实际问题。 从承办部门来说,由于时间跨越几十年。 有关部门几经变迁,出现了部分老退役军人的档案要素不全、记录不详等问题。 从个人来说,有的退役几十年的老兵,退役证件丢失了。 老部队找不着了。 老领导、老战友不在人事了。 针对这一问题,退役军人事务部及时做出回应,对于相关证件遗失的采集对象。 可由熟悉情况的基层组织出具相关材料,也可通过个人档案里的有关材料进行证明。 却无任何证明材料的。 由个人出具服役情况说明。 先采集相关信息。 待查实后确认。 这条应对举措,让档案不全的老兵拍手叫好。 工作人员说。 采集为国奉献者信息。 加班加点不绝类。 着眼建立全国退役军人大数据平台。 此次信息采集工作,需要收集录入的信息项目多,标准高,时间紧。 内容包括退役军人个人基本信息和生活状况。 涵盖服役及安置、户籍、社保、医保、住房、抚恤优待情况等近百个信息点。 还要求有近期照片。 刚展开时。 有的基层采集点,由于缺乏经验和研判。 曾出现一时应接不暇的现象。 面对一些意料之外的实际问题。 各地有关部门想方设法克服困难。 工作人员加班加点采集信息。 热情周到的提供服务。 许多工作人员对记者说。 退役军人为国家做出了贡献。 李应列入国家记忆。 不能因为我们工作忙不过来出现疏漏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。 针对许多退役军人,在外务工无法回乡填报信息的实际。 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微信、QQ等手段远程采集。 有的老年退役军人身患重病。 无法到现场填报信息。 工作人员就上门采集、核对情况、拍摄照片。 元旦前的一天深夜。 记者在辽宁省开左线远五部办公楼看到。 未完成好信息采集工作。 干部职工权员上阵。 白天、黑夜连轴转。 及时整理了全线一。 六万份退役军人档案。 1月23日。 退役军人事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。 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已经基本完成。 可以预料。 这个庞大的数据库建成后,将为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,提供坚实的基础。 然而。 在许多退役军人看来。 这个数据库是若有战。 赵碧回的预备役军人信息库。 本文开头引用的那首诗说。 报告祖国。 我在这里。 我们虽然退役。 我们虽然老去。 但是。 只要祖国召唤。 我们照样披挂出征。 所向无敌。 段战峰照雷富家、新华社沈阳三月四日电提、张光富,平凡生活中的一束暖光。 王月山、杨喜鹏、陈宇。 他是福顺市中和村贫困户公认的好爱子。 是云南省云旅希望小学孩子们眼中的好叔叔。 是身边战友纷纷点赞的好榜样。 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。 他累计资助贫困学生,困难寻中一千六百余人。 捐款三十多万元。 被誉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,张光富。 是武警辽宁总队府顺之队武中队副中队长。 这个三十二岁的年轻军官。 宛如平凡生活中的一束暖光。